大齋期四十天,诗篇零修,主题二,感恩与赞美 第十八天,患难中见他的保守 这个时候先和你分享诗篇三十四篇,十五至二十二节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二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 耶和华向行恶的人辨念,要从世上除灭他们的名号 二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患难 耶和华靠近伤心的人,拯救灵性痛苦的人 二人多有苦难,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 又保存他一生的屈头,连一根也不截断 恶必害死恶人,恨护二人的,必被定罪 耶和华拯救他仆人的灵魂,凡投靠他的,必不自定罪 妈妈的脱退化真的严重了很多 在疫情的那一年,教会停止了实体聚会好几个月 当实体崇拜重启的时候,参加教会九年的妈妈 竟然不记得教会在哪里 当时我很担心,如果妈妈的认知障碍症恶化下去的话 我可以怎样做呢?我唯有护求上帝 很感恩透过一位宣教士的介绍 我请了一位信主的印尼容工 而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不单是在家里面第七代的基督徒 而在来港之前,他更是教会的传道人 虽然妈妈的脱退化在过去三年是严重了 但是得到爱荣的悉心照顾下,妈妈的身体状况仍然良好 每个星期都参与崇拜和团计 当妈妈情绪不稳定的时候,爱荣又会笑笑口地提醒他 信了耶稣了,不需要担心啊 我确实在困境中,经历到上帝奇妙的看顾和报仇 在圣经记载,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 犹太人就求罗马长官比拉多打断耶稣和两个犯人的双脚 然后将他们拿回来,以免屍体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 于是士兵就打断那两个犯人的脚 但是就没有打断耶稣的双脚 因为他们看到,主耶稣已经断了气 这件事是应验了诗篇三十四篇二十节 关于基督的语言 经文说 耶和话守护他全身的骨头,连一根也不折断 天父守护基督全身的骨头 同样也都守护属他的子民 虽然上帝守护的方式未必是我们所预期 在患难中的大位也都坚信上帝的保守 他在诗篇三十四篇当中分享他的亲身经历 就是上帝看顾二人,遂听他们的呼求 他也都会拯救二人脱离一切的患难 愿我们都来赞美这位慈爱的上帝 各位朋友,让我们一起好好反思 最近你如何经历上帝的保守或看顾 在患难中你会如何赞美他 我们一起祷告主 慈爱的天父,我要来敬拜你 求你开启我熟灵的眼睛 让我在困境中看见你正在守护着我 奉主命求,阿们 喀愁 クククク 持空 哀愁